财政求生 今年以来 关于财政如何解困的问题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国师派的经济大师们声称 必须考虑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线了 也就是由央行直接凭空印钞购买国债及地方债券 而学院派的教授们则坚决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 以国债作为印钞之锚 乃是王国之兆 1948年的金元券崩塌 就是前车之鉴 在这场争论的背后 隐藏着的真相 乃是我大中国的财政赤字 在近年来的剧烈膨胀 乃知道了几乎无法直视的地步 下面是财政的发布的 近年来的全口径财政收支表 财政求生 2010年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不大 仅为3938亿元人民币 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值 仅为3.3% 此后财政赤字规模迅速放大 到2019年上升到55341亿人民币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值提升到20.1% 这已经相当厉害了 想想财政收支的缺口 已经超过了两成 必须要靠借债来填窟窿 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如果这事放到欧美国家 还勉强能够解释 毕竟人家有着巨大的社会福利负担 尤其是西欧那些腐朽的超福利国家 老百姓每天躺在家里吃失业就计 一个月也能领1000多欧元的福利补贴 所谓的精英白领 每天工作三小时就喊累 需要一周休四天假才能恢复过来 对比我国那些日常996007的写字楼民工 我大中国政府搞出如此大比例的财政赤字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你要说为啥我大中国 居然有如此庞大的财政负担 这事要解释起来不容易 首先我国是个富福利国家 这一点毋庸置疑 正常人都非常理解 财政负担可不会落在 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福利上 我个人的理解 我国的财政负担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是政府的投资负担过重 与欧美各国不同的是 我国各级政府在本质上其实是个公司 发展经济是其第一职能 民间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的时候 各级政府就必须亲自下场拉动投资 这是其无法推卸的天然义务 在数据上 2010年我国财政预算内资金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规模仅为1.3万亿 到2018年上升到3.9万亿 足足上升了三倍 单就2018年而言 财政固投资金占总收入的比值就达到15% 2019年之后我国不再公布财政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具体数额 不过想来占比也不会低到哪里去 2020年我国财政大力推进新基建计划 想来占比还会继续上升 另一个重要的负担项 是对离退休公务员的补贴 2016年我国对离退休公务人员的养老补贴 不计医疗补贴规模为0.52万亿 到2018年提升到了0.85万亿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值约为3% 政府投资加离退休公务员补贴 这两项加起来 大致就是我国的财政赤字的由来 到今年的1到4月 我国的财政赤字情况愈加严重 在收入上 由于经济活动被强行冰封的原因 财政总收入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3.4% 79903亿每92214亿 而在支出方面 各项支出都是硬开支 可削减的地方实在太小 这几个月教育方面 由于学生们普遍没有开学 还能稍微削减一些 不过其实也减不了多少 老师的工资还得照常发 最多也就是减少一点学校的日常水电开支 所以1到4月份教育支出同比下降了4.1% 此外老百姓都缩在家里 受了委屈的也没法出去喊冤 所以维稳支出大减 城乡社区支出因此同比下降了18.3% 至于其他方面 实在是减无可减 卫生健康支出必然大增 而且新基建支出的任务 直接就压在地方政府头上 这都得多花钱 所以1到4月的财政总支出 甚至还有1.3% 99362亿 每98088亿 负一的增幅 如此收入下降支出增长的结果 就是今年1到4月的全口径 财政赤字规模达到了 惊人的19459亿 较去年同期的 5874亿 增加了足足2.3倍 考虑到下半年的财政支出压力更大 一般的大规模支出项目 普遍都放在下半年 目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 今年的财政总赤字 分分钟就会直奔10万亿而去 所以到现在这一刻 如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就成为整个经济学界 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各位 你们一定要清晰到认识到 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来不高 今年我国经济遭遇重创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生活困难的老百姓剧烈增加 是绝对不能再削减 社会福利支出的 这方面如果再削减的话 是会出大问题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 网均 https-3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0-05-t-2020-05-15-4610-11.shtml 据统计 2020年3月 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 共12883件16795人 其中 抢劫案件298件402人 盗窃案件2292件2631人 4月 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26810件38670人 环比上升约108%和130% 其中 抢劫案件613件951人 环比上升约106%和137% 盗窃案件5574件6786人 环比上升约143%和158% 这其实就是部分生活无浊的国民 为了生存挺而走险的征兆 要解决失业国民的生存问题 只能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 因此赤字幅度今后必然会剧烈增长 所以我们必须回答本文开始的问题 眼看着今年的财政赤字就直奔10万亿而去 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 毕竟2016到19年的国债加地方债的累计发行规模 已经高达33.3万亿 这些钱现在可都是没还的 这已经相当于把老百姓的钱包给清洗了一次了 想要继续这么大规模清洗下去是不现实的 以前国债出来了老百姓都是抢着买 想买还得提前排队 现在已经不行了 银行不得不开始给国债发行做广告了 有时候为了完成发行任务 还得找一些大企业做动员了 至于地方债信用等级比较高的城市还好一点 稍微差一点的城市已经让人褪比三摄了 就这样的情况 财政的重压越来越重 根本容不得半点松懈 想要继续增发各类政府债券 就必须解决政府的信用问题 由谁来给地方政府受信 我国现在的玩法 是由财政部统一规定国债的发行计划 以及各地政府的地方债发行额度 这明显是缺乏信用支撑的 财政部自己给自己受信 这简直就是瞎扯淡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必须参考国外的一般做法 由人大给政府债务受信 在财政收支问题上 我们必须给人大以真正的权利 赋予各级人大代表 以真正的财政预决算的审核权 财政赤字规模 以及相应的发债弥补亏空计划 都必须经由人大审核 每一项开支计划 都必须向人大代表 说明合理的支出理由 超支当然也必须交由人大 进行公开问责 每一笔政府债务发行 都需要向人大说明使用方向 并解释还款来源 在这个改革过程中 当然也可能存在某些地区的人大 疏于行使职权的情况 然而阴谋必不行于阳光之下 将财政预决算 向全体人大代表完全公开 事实上就是向全民公开 已经不存在多少地下操作的空间了 这一极为有限的改革 就足以让财政运作 变得尽可能的阳光化和透明化 从而让政府债务 获得真正的信用加持 经过人大公开审核的 债务发行计划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是合理合法的 当然也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而在做到这一点之后 即便是央行直接印钱 购买政府债券 也不会引发多少争议 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迫在眉睫的财政压力问题 也会就此迎刃而解 不过 反过来说 这也是真正解决财政问题的唯一办法了 其他那些开征房产税之类的开源建议 在经济下行周期里 都是胡扯淡 目的是争夺老百姓身上的最后一枚铜板 只能加速经济的崩塌 不说也罢 文 蛮足勇士 老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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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